世界上最高的舒珊 卢卡斯从小就喜欢会飞的东西 像是鸟儿 气球 风针 它可以花好几个小时坐在窗边 看着鸟儿在天空飞来飞去 会飞真好 卢卡斯羡慕地说 为了能够飞起来 卢卡斯试着用各种材料做出翅膀 纸的 羽毛的 硬纸板的 任何能用的材料他都试过了 但是还是飞不起来 不过 卢卡斯始终没有放弃 每年圣诞节他都写信请圣诞老公公 能送他一对会飞的翅膀 但每年收到的都是飞不起来的玩具翅膀 今天是卢卡斯七岁的生日 他吹起蛋糕上的蜡烛 并许下今年相同的愿望后 妈妈送给他一本书 并告诉他 卢卡斯还有别的方法可以让你飞起来哟 卢卡斯不懂为什么书可以让他飞起来 他带着书走到花园的角落 坐下来开始阅读 这本书实在是太有趣 卢卡斯一口气 就把整本书都看完了 他又看了另一本关于白金冒险的书 书中的每个情节 都让他又惊讶又兴奋 卢卡斯开始疯狂的看书 这次他读的是一本关于小王子与飞行书数的故事 让他认识了爱与友谊 很快的家里所有的书都被他看完了 我还要 卢卡斯把看过的书都叠起来 坐在上面 并大喊着 我要看更多的书 于是 大家开始把自己的书 带来给卢卡斯 爷爷带了一本关于丛林的书 讲的是关于好多动物的故事 他的好朋友汤玛士 则是送给他一本关于雪怪的故事书 卢卡斯看过的书 叠得跟房子一样高 他待在上面的时间越来越长 最后连吃饭睡觉也都在上面 他的妈妈想尽办法要他从上面下来 甚至请消防员用梯子把他接下来 但是卢卡斯说什么都不肯 他只想在上面看更多书 图书馆开始用货车 再来一车又一车的书给卢卡斯 他继续把看过的书往上叠 已经叠得跟山一样高了 这座山变得越来越有名 就连电视都来报道 这座从没见过的书山 世界上最高的书山 卢卡斯的家 卢卡斯书山 人们看到了书山的报道后 纷纷从世界各地前来 想要看看这座 世界上最高的书山 卢卡斯不想理会别人 只想专心坐在书山上看书 即使下雨 也不到屋子里躲雨 他宁愿撑着伞 也要继续看书 卢卡斯在一本又一本书中旅行 他穿梭时空 在历史国度和奇幻世界中冒险 他还曾经在书里遇到超级大猩猩呢 有一天 卢卡斯发现 他会飞了 想象力 就是他的翅膀 让他能在书的世界飞行 每当他读完一本书 想象力就让他飞得更高 卢卡斯真的好喜欢看书 好喜欢在书中 想象飞行的感觉 他看了看脚下的书才发现 原来自己已经飞得这么高 然后 他的想象力又让他飞了起来 他想要谢谢妈妈 让他知道飞的方法 结束 好看哦 好看哦 感谢观看